开关插座之安装篇 注意,开关插座安装不当容易触电或引发火灾 安装不当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在一个庄头上拼接了两根导线 第二种是零向线接错了 第三种是开关安装在可燃物体上 线芯裸露或水汽渗入而造成短路 第四种情况则是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与插座功率不符长期过载 安装时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,开关应离地130-150厘米 距门框边15-20厘米,门后不移装 有护墙板的墙面开关位置至少距板顶端0.2米以上 明装插座距地面高度不低于1.3米 按座不低于0.3米,除位另定 不要安装在床头或桌面上 所有开关的开闭方向一致 第二,浴室阳台要装防溅型插座 浴缸龙头灶台上方不宜装 煤气表周围15厘米不能装 第三,家用电器既用两眼插座 浴板开关较大需多留位置 常要插拔的电器可用带开关插座 第四,计算负荷 无固定负荷体的插座按1000瓦算 普通插座使用2.5平方毫米同心线 第五,三眼插座上接地线 左接零线右接向线 两眼插座左接零线右接向线 第六,要牢固安装接头拧紧 第七,确认安装时所有导线 充分与开关插座后座接线装头接触 第八,开关多用方向相反的手开臂 右手多于左手,一般在进门左侧 进门开关移用荧光形 最后,装修时注意保护好开关或插座的面板 以防污损